记者谢武雄桃源报道 部分高中、职生、毕业后选择投入职场 加上部分高中、职生利用数期攻读 为了让这些学生劳动权益不治受损 市府劳动局将于5月份起 陆续到各高中、职办理劳动权益校园讲座 让想要攻读或投入职场学生 对于求职防骗、劳动条件及权力救济等 劳动法令有基本常识 将做共有45场 有兴趣的学生可把握机会到场聆听 劳动局表示 劳动权益课程对高中、职学生而言相当陌生 很多人都是进入职场工作后 大多是在权益遭受损害时 才开始尝试了解劳动法令 但伤害已经造成 为落实劳动教育向下扎根及加强尊严劳动概念 鼓励学生在成为社会新鲜人前 就能先具备基本的劳动法令知识 各场讲座将邀请劳动领域的专家学者座谈 采用新闻时事分享 影片赏息及趣味有奖征达 以活泼方式吸引学生目光 达到郁郊娱乐的效果 参与